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修持佛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生命中所有的磨难和同 而是用以消除我们生命中最大、最根本的痛苦 也就是内心的烦恼 若有人具备非常大的羞耻力量 因为行者的羞耻力、心的力量开展 也可能解决,例如身体疾病或生活中各种琐碎问题 但初级学博者可能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说,修持佛法的核心目的 是为了帮助我们改变自信 让我们的心得以平静 而那些,例如身体健康、财富等等 都只是附带的好处 事实上,若达到核心目的时 附带的那些健康财富 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面与大家都能以佛法 作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资粮 佛法可以张扬我们的慧命 虽然修行这条路 可能离我们很远 但也可能离我们很近 永民延寿产师的 宗静路直接强调 一面心 与佛的卑质相应 当下就是佛 所见的就是佛国净土 如果人人都能够生活在佛法的宗静路上 就是佛法的宗静悲与智慧中 当下人人就生活在人间净土 佛陀得醒的花园 佛陀佛陀得醒就宛如庄严景足的花园 重重无尽 喜爱花的人 一进入花园 立即被第一层的景色醒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惊奇之余 他们转往第二层 景色更殊胜 接着又前往另一层楼 如此无穷无尽 叹为观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人肺腑的死悲心 一块物质如果是干燥的 就不容易融入另一块物质 但是两块潮湿的物质一旦接触 就可以很快地彼此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的 友情终生 如果没有感人肺腑的慈悲心 将很难关怀别人 因此 因此 为友情众生 慈悲心的流露与滋润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彼此关怀 亲如兄弟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的射受力量 祝福 祝福 与行为上展现出来 慈悲心才可以说是强而有力 互相关怀的慈悲心 如果在思想上文字上行为上开放慈悲心 关怀他人 慈悲观将会有所进展 你做到了慈悲待人 关注别人的善良念